上期内容中 刘邦从关中一路向东达到了寒地 在攻克了寒地以后 刘邦并没有贸然地进入中原 因为在他的侧椅 还有河东河内两个板块没有解决 在解决河东问题之前 刘邦先要在政治上竖起自己的大旗来 既然项羽将他奉为汉王 那么汉就会招牌 刘邦也就欣然接受了 由于东县除了处地以外 已经战火四起 项羽无暇顾及西县的情况 但对于和关中一和之隔的河东来说 情况就不一样了 西卫王卫豹 可以选择像韩王昌那样 忠于项羽 也可以选择像河南王那样 顺势导向刘邦 在项羽的分封体系中 一部分是他一手复制起来的亲信 如韩王昌 英王司马养 以及楚地的那三个王 另一部分在张楚时代收封的王 则是属于被边缘化的 而这部分人呢 也是最有可能背叛项羽的 很显然 卫豹就是属于后者 如果不是卫国的中原的领地 被项羽之侠了 也许现在的他 已经加入了叛乱者的行列了 既然现在有机会 站在刘邦的大旗下 出这口恶气 那么西卫 也就没有理由 为项羽做炮灰了 因此 在刘邦率军渡过黄河 进入河东之后 西卫很快便加入了 刘邦军的阵营 西卫的鬼父 为一加快了刘邦东进的步伐 而按照顺序 刘邦军的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河内的英王了 从最初的部署来看 司马迁的这位祖先 就是为了防备西卫的变数的 尽管我们说 项羽的这些风风 在战略上很有问题 不过以他对这些诸侯的了解 所做的这些平衡之策 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最起码 英王在面对刘邦军的攻击时 就没有顺风倒 而是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不过以刘邦军现在的实力而言 英王想正面对抗 是没有机会取胜的 唯一的作用 就是支撑住 等待储君主力的支援 只是现在的项羽 正在骑地 说是骑王田荣 并没有时间来支援河内 在这种情况下 河内呢 也就很快成为了刘邦的属敌 而那位英王 在被扶植后 也成为食食物的俊杰 在我们看来 这些不时转变风向的诸侯 似乎很让人不齿 但身处这样的乱世 大家本来也就是某个富贵 既然没有尘把天下的能力 那么找个靠谱的靠山 也属正常 特别是在旧有的国家认同体系 已经消失 而新的体系 又为建立的时候 这种政治上的变化 在供去河内之后 刘邦没有继续向北 供去赵帝 事实上 如果刘邦愿意的话 他是有足够的理由 供去赵帝的 因为那位原本 纷纷在赵国河新区的 长山王张尔 已经被赶出了赵帝 投奔了势头震盛的刘邦 有了这个大陆党 刘邦供去赵帝的把握 还是很大的 不过现在赵帝的情况 比较微妙 项羽封的原长山王张尔 被赶走之后 赵帝实际上 已经脱离了项羽的体系 也就是说 赵帝现在所服从的 并不是项羽的号令 敌人的敌人 就算不是朋友 暂时也没有必要正对 否则 项羽倒是很高兴 看到大家 拼得你死我活 因此 在攻击河内之后 刘邦在黄河以北的军事目的 暂时也就达到了 接下来的刘邦军 并没有必要再退回关中去 因为河内 以及太原盆地 上当高地 现在都已经是 刘邦的控制区了 像当年从关中 走出来的周人一样 两侧安全的刘邦 也准备把自己 继续东征的基地 设在洛阳盆地 当刘邦 南都黄河 到达洛阳之后 他得到了一个 天大的好消息 而这个消息 足以让他在 楚汉乡镇的博弈中 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 这个消息 就是项羽 谋杀了异地 从项羽的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杀掉异地 固然是怕这个 名上的天下公主 落到刘邦手中 如果那样的话 项羽在政治上 就成为了反叛者了 虽然对于项羽来说 他从来只相信实力 但考虑到异地 他处地的影响力 这个风险 还是不能冒的 只是项羽没有搞明白 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 并不仅仅是在 他活着的时候 才能发挥 有时候 死人可以比活人 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起码 想利用他的人 不怕他站出来反对了 最近的案例 就是陈胜利用 扶苏向燕之名起兵 在刘邦看来 项羽除掉异地 比他把异地接过来 奉天子以令诸侯要更为有力 这样的话 将来评判之后 就不用考虑 自己怎么上位的问题了 在竖起为异地 复仇评判这感大气之后 刘邦和他的军队呢 终于从洛阳出发 开始向西楚的纵身提醒 楚汉之间的直接对决 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洛阳试试出征的刘邦 现在呢 可以说是兵强马装 算下来 三秦 西卫 河南 英 韩 长山 这八个诸侯的军队 都已经归附了刘邦军 加上刘邦自己 无论从控制的地区 还是实力来看 都算得上是天下之伴了 更何况 剩下的那一半中 又有一半 已经脱离了向羽的控制 特别是理性力最强的齐国 正在和向羽PK当中 有了这么大的本贴 刘邦终于敢把处地的政治中心 同城定为主攻目标了 有了为异地复仇这感大气 刘邦有理由相信 处地的民心 已经不再是向羽的基础了 估计连刘邦自己都没有想到 反处联盟的军队 为那么快的攻陆蓬城 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 就是因为向羽的主力 此时还得齐帝纠缠 其实本来呢 向羽已经依靠他的军事才能 解决了齐帝的问题 在击败齐王田荣之后 齐帝各处的叛乱者们 涉于向羽的兵威 很快便有贵父的西楚 就连田荣本人 也是在逃亡之后 被齐人自己所杀 献于向羽 在田荣起兵反处之后 向羽所封的那三个王 都已经或被杀或被逐 也就是说 田荣已经重新成为了 齐帝唯一的王 而干掉田荣之后的向羽 也便有了机会 借机重新布局齐帝 事实上 如果向羽有足够的 正着头脑的话 田荣的造反 等于是在帮他的忙 因为要想建立一个 统一的王朝 那些因公而封的异性王 是迟早要被消灭的 这一点 后来的刘邦 和猪斗王朝的开创者 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就算没有想到 用军选制 来将这个重要的边缘板块 顺势化为自己的直辖地 在齐帝封建几个 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新主后 也是一种过渡的方法 很可惜 夏宇并没有想那么多 重新收复齐帝之后 夏宇仍然依照 赏罚三明的原则 用三光政策 处罚了这片土地 如果说 在战争的状态下 这些无情的手段 起到了威慑的效果 以迫使那些 还没有受到攻击的齐人 投降储君的话 那在叛乱以平的情况下 再这样做 就只能把齐人 重新逼入反叛者的行列了 说实话 这已经不是 项羽第一次这样做了 对于他来说 破坏一个旧世界 比建设一个新世界 永远要更得心应手 也更能获得满足感 项羽这种刚灭的火 又到处撒火种的做法 造成了项羽一次又一次地 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却一次又一次地 面临政治上的背叛 一般情况下 自己的大本营受到了攻击 大多数人呢 会马上回事救援 这也是微微纠照的战术 得以实施的前提 不过项羽呢 却并不是这么想的 在刘邦和他的脸军 开始东征时 他并没有急于回防 而是其中兵力攻击田荣 能这样做的原因 在于项羽对自己军事实力的自信 在他看来 只要手中 有了这支战务不胜的军队 即使是被刘邦攻陷了渡城 也很快能够夺回来 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项羽从齐地 回军救援之后 楚汉两军 终于在蓬城西南的碎水河畔 展开了第一次决战 而战争的结果 以刘邦军大败而告终 也许刘邦军和其他的诸侯联军 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楚军 但战争呢 从来不是单纯的比拼数量 从军力来说 作为联军主力的刘邦军 明显与楚军不在一个级别上 失败之后的刘邦 接下来 就有向西退却这一条路了 因为如果在一望无际的 华北平原上 与项羽再战 无论是从战术 还是后勤保障来说 都不现实 但如果退到洛阳盆帝 及其以西的高地 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那里 天时地利 人和的优势都占尽了刘邦 有信心抵御助楚军的进攻 并叙事再战 因此 在档线收拢好残军之后 刘邦军呢 开始穿越中原 向西撤退 如果单纯的后撤 刘邦军还是有信心 在楚军的追击之下 先跑回洛阳盆帝或关中的 问题在于 刘邦的这次动阵 可以说是集合了全部的力量 并没有在后方 部署好防御力量 来面对可能的失败 要是让楚军这样尾随追击的话 趁胜追击的楚军 还有可能顺势就攻入关中了 现在的刘邦 需要想一个办法 来拖出楚军 以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在后撤之后 稳住正脚 部署防线 如果这个时候 齐帝能再做点乱子 用来拖出楚军 就非常好了 其实呢 这并非不可能 前面我们也说了 夏宇在齐帝的那些 惩罚性的行动 又一次把齐人 逼落了反叛者的行列 就在他打败齐帝主力的陈阳 田氏三雄的 最后一位幸存者 田恒 又一次举起了王旗 重新成为了 项羽的心腹大患 可是 就算齐帝有了新的叛乱 你并不能保证 项羽就一定会回过头 再去争齐帝 毕竟齐人的主力 刚刚被解 齐帝本身呢 又被楚军散光了一番 以项羽擎贼先擎王 要打就打 出头鸟的军事性格来看 这一次 他很有可能 致齐帝的叛乱而不顾 先把刘邦这个穷寇 斩尽杀绝 既然齐人的火还不够旺 那么刘邦 就需要另找一个盟友 来吸引项羽的注意力了 最终呢 落入刘邦失线的人选 就是九将王 秦部 作为项羽的清新部将 也是项羽放在自己封地旁边 直接拱为自己后方的处地诸侯 在项羽军事上明显占优的情况下 说服他反戈一击 似乎是天方夜谭 但刘邦呢 的确这样做了 并且成功了 以项羽对秦部的信任 和忠实闪度来说 刘邦本来 是不会有劝想他的想法的 之所以敢于派使者 前去做说客 是因为秦部自己的表现 让刘邦看到了希望 在田容占据了 齐帝资历为齐王时 北上评判的项羽 曾经争调秦部和他的军队 一同前往 不过秦部 称病并没有北上 而且 仅仅派了4000人 前去支援 这当然会让事情 为心腹的项羽 感到不快 如果说 之前还可以 有成兵的理由的话 那么在刘邦军 攻击蓬城时 秦部仍然按兵不动 采取观望的态度 就无论如何 也过不了 项羽那关了 事实上 你当时天下 又一次陷入动乱 而项羽有表现的 只会打天下 不会治天下的行为 让诸侯们 幸存其强的态度 是很正常的 如果刘邦没有派睡客 觉得秦部 项羽厉害 相信秦部呢 还会这样观望下去 而刘邦现在要做的 就是打破这种平衡 让秦部在关键时刻 导向自己 很多人认为 睡客的口才 是左右被睡者决定的 主要因素 其实呢 睡客们最主要做的 是把战略形式分析好 让对方做出符合 自己长远利益的判断 至于语言技巧 倒在其次 总结下来呢 刘邦的使者 为秦部分析了 卢下四条 一 项羽谋杀了异地 已经失去了天下的明星 即使现在军事上再强大 也很难扭转负面形象 二 之前在楚起楚汉战争中 秦部坐山观虎斗的表现 已经足以让他 失去项羽的信任了 如果项羽重新掌握了局势 那么对秦部的惩罚 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 刘邦已经占据了西线 最有防御力的地缘板块 虽然这一次 东征失败退了回去 但完全可以 依托洛阳盆地一线的 地形优势 利用关中 巴蜀的人力 物资资源 和项羽打持久战 并拖垮楚军 而楚军的根本 在东楚之地 中间 和这忍心尚未规划的两地 相当于是课地作战 更致命的是 赵羽这些能够 从侧后方攻击楚军的国家 都已经反叛了项羽 如果战争真的变成持久战 显然对楚军是不利的 最后一条 应该也是最能打动情部的 即使项羽这次能够战胜刘邦 其他诸侯 也不会就此归顺 对项羽的恐惧 为驱使他们 继续和楚军作战 在这种按下葫芽又起嫖的情况下 相遇的实力再强 又能消耗多久呢 这些战略分析 与其说 是为了说服秦部而做的 不如说 是为楚海相将的走势 和相遇的结局做的 而这种客观的分析 也促使秦部做出了决定 判处归汉 不过对于秦部来说 他当然知道 如果现在举起反处大旗的话 就是为刘邦当炮灰 也必将引来楚军主力的攻击 因此 他希望归汉的约定 设下蜜月 这显然 并不能让刘邦满意 他在这个时候派出使者 去做秦部的工作 并不是为了将来 自己的反攻时 有个见风使者的内应 而是要让秦部 现在就拖住楚军的主力 以为自己部防 留住充足的时间 要想打消秦部最后的犹豫 就是让项羽知道 秦部已经在政治上 被判了稀疏 而机会呢 很快就来到了 因为这时的项羽 也同样希望秦部 能够摆明态度 派出主力 共同追击刘邦军 而刘邦的使者所要做的 就是在秦部 还将两面唠好时 揭露自己 已经和秦部达成了协议 这种做法 就像骆驼背上的 最后一根稻草 压垮了秦部心中 最后一丝奇强的幻想 为了不陷入被动 秦部别无选择的 渡过了怀河 主动去攻击项羽 如果说齐帝 包括赵帝现在的叛离 尚不足以动摇储君 乘胜追击刘邦军的决心的话 那么秦部的反叛 绝对算得上是后院起火了 即使但从军事上来看 项羽也没有信心 在南北两面 都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穿行八九百里 去攻击刘邦军 既然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项羽下一步的计划 也随时改变了 一方面 他不得不分出主力 去怀难评判 另一方面 也需要拔除 刘邦军留在档线一带 负责阻击储君追击的后卫部队 刘邦则趁机 顺利退回了关中 并很快利用起了项羽 留给他的地缘优势 为即将到来的 蜀汉第二战役做准备 作为西蜀政权的第一关口 洛宴盆帝 与中原相较的 行阳虎牢一线 自然是刘邦军的第一道防线 在洛宴盆帝没有失守前 寒谷关一线 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 部署第二道防线 为了打赢这场关键战役 关中进行了全面的战争动员 以增加行阳防线的军运 事实上 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消耗后 关中的人力资源 也已经明显不足了 这次的动员 将之前不符合 兵役要求的老弱人员 也全部争掉了 至于巴蜀汉中 这两个项羽看不上眼的蛮荒之地 一如他们在秦国时的战略作用一样 为观众的后勤补给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从刘邦的角度看 他的准备工作 已经很充分了 只是这场战争 虽然是他和项羽唱主角 但那些打将有的诸侯们 也并非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些内容 就留到我们下一期 继续给大家讲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